云系排排站成云街 这场局长正名点 脸书秀出云系图 强调是典型寒潮爆发现象 武林农场数据上 水气节洞满满雾松 19日更因为辐射冷却作用 低温可能再下探4度C 而冷空气还没结束 第二波严寒低温周三再报道 皮肤接触冷空气的面积 如果越大 其实它就是血管相对容易收缩 那如果血管收缩血压 就容易上升然后不稳定 那所以其实假设说 您本身就有一些心脏病史 整体保暖规御用药 这样局卫生局统计 这波酷寒低温 全台超过百人 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 紧急送医 以高雄最多超过20起 双北也分别有10多20件 火锅里面有羊肉又有菜心 或者是一些根筋类的 可以就是又有暖身 又不会太照热 喝酒的这个感觉会暖 但是后续是造成 就是整体的散热 这样子 所以其实反倒是对于 我们的这些重大器官 或是心脏或是脑部啊等等 这些温度反倒是 后续的一个时温的情况 抽烟喝酒酒坐不动 频繁进出温差大的地方 四大NG行为恐导致失温猝死 而一天当中起床 早晚出门三大时机 保暖一定要坐后 掌握洋葱式穿法 吸湿排汗发热衣物 再套上防风雨后外套 才能抵御一泼泼寒流 欢愉新闻中频道 白云飞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愉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